范浩仁 男嘉宾 你好 你在视频里说 你不是讨好型人格 那你希望你的女朋友 是讨好型吗 我就很想知道 你先跟他说 你是不是讨好型 你觉得我是吗 我应该暂时 不知道吧 我是 是 我觉得我对讨好型人格 这个词的定义 是一味地去牺牲自己的利益 从而去达到讨好对方的一个目的 但结果是 你没有给到我反馈 那我觉得这种就是 不健康的一种状态 我跟你想法一样 就是我在感情里很能忍 其实我很难过 我自己的懂事 但是他如果能看懂我的懂事 我会更爱他 他看不懂我也觉得可以接受 就这种 那浩然的问题 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 你老讨好人家 人家还对你不好 那充分说明 不要老讨好人家 不就完了吗 你先把自己的真实的一面 坦露出 然后看他怎么对待你 你就知道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认知层次 我在想健康的男女关系一定会生长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 如果不在这个基础上长出的东西 它一定是一个不好的 所以如果当一开始大家都在平等尊重相互吸引的基础上 就不会产生这样的事情